可以用對話來溝通 你不必要碰手 而且你知道 這件事情前幾天才發生在我們家 我先又在整理他的 是你收到還是他 沒有 他自己無聊 他在整理他的櫃子 他收到你應該比較多東西 他就先 不是 他就拿出來一盒 他就跟我講說 欸 baby 你來看 然後我就走 我說怎樣 其實那一盒放在那邊很久了 我早就知道 他就打開看 他說 你看 這邊 沒想到吧 他從我們約會的第一張電影票 票羹有沒有 票羹到我們兩個 有來有往的一些情書什麼 他都整合都已經都收集好了 他就說你看 你自己說 你自己說 你有哪一個男朋友像我這樣 像我這麼珍惜我們的感情 自己邀功 收集成這樣有沒有 我說 也是有啦 完了 只要是處女座的都有這個習慣 腳完我就飄走 因為他知道我有一任也是處女座 然後就 對 他就默默把那盒蓋起來 就跑了 其實我心裡面是在想說 你這盒是現在在這個空間 留下來的 我知道在倉庫裡面 還有別人的量是比我更多的 哈哈哈哈 處女人會嗎 處女人都有一個鐵盒耶 哈哈哈哈 信人回去收你處女人都有鐵盒 TERRY是不是因為老婆快要卸貨 所以他都一直不敢講這塊 你們三個人都有鐵盒嗎 請舉手 我有 哈哈哈哈 哇 真的喔 我們雖然念舊 可是我們只要感情一覺得不對了 我們就會直接講 嗯 直接講喔 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 就是感覺 感覺已經不像以前了 已經淡掉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們就分手了 那可是女生覺得沒有啊 我覺得我現在跟你正濃的時候啊 哈哈哈哈 為什麼現在 你說要分手我們就要分手了 對啊就會這樣 然後開始哭啊 但是我們就會 哭有沒有用 哭對處女男有沒有用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 是什麼 你話要講出來之前就已經很下心做決定了 對 就已經想過再想過 已經算計過了 這件事的處理完 他還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必須要面臨什麼事 A反應的話 有A反應的處理方式 ABC三套這樣子 很多 因為我也做過一樣的事情 就是跟 對 某一個女朋友說 那我們就分手這樣子 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 有時候會稍微比較不解風情啦 就是 太理性了 理性大於感性 對 就比方說我 跟那個女朋友是 我知道 其實我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出來 她喜歡上別人 嗯 那我有一天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你是不是有什麼事情沒有跟我講 這樣子 她說沒有啊 蠻好的啊 沒事啊 我說那你去 去那個地方 國外那邊工作 狀況怎麼樣 她說那你要問什麼 我說 你是不是喜歡上別人 就是 他直接講 他就直接嚇一跳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其實沒有關係 我覺得 你可以跟我講 對 我們不一定要 勉強的走下去 如果你真的覺得 它是你的選擇 你要的 我 我祝福你們這樣子 我們就是 做得決定 那評估你 比喻我們的標準之後 然後我們覺得 頭也不回 就走了 對 永遠不回頭 真的喔 對 不回頭 他們真的是這樣 就是再怎麼不開心的分開 他那個鐵盒子 他還是會留著 我覺得這是不是很妙 對 來 對好奇怪 真的好奇怪 你又不愛人家 不喜歡人家 你留著幹什麼 紫文老師來幫我們進行一個恐怖的心理測驗啦 好 請 好 我們先看一下題目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要測什麼 題目就是呢 大家要一起合辦一場party 然後要朋友們一起分工合作 你最想要負責的是哪一個部分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幫忙寫邀請卡 B的選項是張羅飲料跟食物 C的選項是找場地 D的選項是會場的布置 直覺來選 你覺得你想要負責的是哪一個部分呢 我覺得處女座應該都想要王羅吧 就是你最想要 Herry來你選一個 我選C耶 找場地 找場地 對 我也是選C 因為我覺得場地很重要 B 一個 張羅食物 我也是張羅飲料食物 C喔 買酒啊 買吃的買喝的多少錢 不過是找場地耶 我也找場地好 C喔 我選D耶 會場的布置 是喔 我選 好 每個人都選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到底要測的是什麼 這一題要測的就是 我最讓人無法忍受的地方是什麼 好 那沒事 換我們的優點 要測缺點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選擇A選項呢 現場沒有人選到這個選項 可能觀眾朋友有人選到寫邀請卡的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無法忍受 讓人家無法忍受的指數是多少 20分 現場都沒有人選到這個選項 他們是怎麼樣的人呢 就是 他們大部分是處事圓融好相處的人 他們是很站在別人的角度 替別人著想的 而且呢 他們很多事情是很細心的 不想麻煩別人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自己做 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跟每一個人都要相處融洽 不要帶給別人麻煩 因為我不想要成為別人眼中口中的那個麻煩人物 所以他們很多事情都可以把別人處理好 他們就像剩在一個團體裡面 照顧大家的那個保姆 就把大家都照顧好 大家都玩得很愉快 那他一個人很忙碌沒有關係 所以他是最無法讓人忍受的這個指數只有20分 基本上他們是滿受大家歡迎的 最低分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B選項呢 現場有立東跟篤霖哥選到這個選項 好 你最讓人無法忍受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 你無法讓人家接受的指數是多少 95分 哇 蠻高分的耶 好 這麼高 很高耶 很高 很高 拍到丁的意思嗎 對 這個有點就是 你讓人家無法忍受的指數太高 就是你讓人家無法忍受的地方 可能是太多了 好 最讓人家無法忍受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你們毒蛇批評愛抱人 超準耶 他們看到什麼事情 不開心 抱一定要講 不講他自己心裡過不去 心裡難過 但是他不會讓你講到就是 讓人家覺得他真的很毒蛇 但是他會輕描淡寫 就刺你一刀 然後跟你講說 我有傷害到你嗎 應該沒有吧 他會暗中的傷害 就是毒蛇評論一下你 然後但是又不會直接讓你見紅 好像見到血一樣 就是得理不饒人 慢慢講 講到你的心坎裡 讓你往心裡去了 但是他們其實雖然愛抱怨 可是他會覺得 他講的都是實話啦 我講的有錯嗎 難道你沒有覺得我說的是實話 而且我是很中肯的 他後面會補一句說 我是為你好我才講 如果我不講的話 我是根本就不在乎你了 所以他們的 有點讓人家無法忍受是 他們有時候講的話 雖然可能是事實 可是太毒了 或是太直接了 會直接傷到別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選項 找場定的 現場有Terry還有瑋瑜 還有黃老師跟瑞光老師 選到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無法讓人家忍受的指數是 50分 在哪一方面呢 他們是原則太多太龜毛了 就是他們原則太多 就是說他有很多的原則 譬如說你可能進到家門 第一件事情要換睡衣 不可以還沒洗澡就上我的床 很多的這種規則他都非常清楚 而且你要跟他相處 他會把他的規則跟他的原則 就告訴你 條列式的告訴你 那你就要去遵守 你不遵守 你就是故意踩到他的地壘 他會覺得 你就是要故意跟我做對嗎 所以呢他會告訴你 他會先小人後君子告訴你說 我的原則就是這些 你一定進到我的地盤 你就必須遵守我的原則 那有的人就會覺得他們實在 太多原則太龜毛了 太多條件了 但他們基本上是 他為了自己生活 在自己的生活領域 是能夠舒服的 他才不管別人怎麼想 他只要覺得 反正我在我家 我又沒有愛到你 那我很舒服 很OK 這樣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第一選項的會場佈置 現場由金淳姐選 然後這個選項 我們來看一下 無法讓人家忍受的指數是 75分 他們是在哪一方面呢 他們是 小氣神經質控制欲強 這個所謂的小氣就是 他很多事情都不能跟別人分享 異性朋友不能跟別人分享 丈夫、老公、男友 這些東西都不能跟別人分享 而且呢譬如說 我有的東西 為什麼他也有 譬如說像金淳姐剛剛講到說 為什麼前女友他每個人都有個鐵盒子 那為什麼我有 我也有 但是我的為什麼比較小份 他可能會去計較那些跟歷刃啊 什麼等等 他要覺得 我在你的生命當中 我一定要佔的那個質量是最大的 真的齁 所以他們控制欲是非常強的 這個是我沒想到的 好 他們除了小氣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們很容易神經質 就是在觀察別人的時候會說 欸我做這件事情會不會讓別人覺得我是怎麼樣不好 或是說他很怕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在別人的腦海裡面 所以他會想盡辦法要求自己跟要求別人都要做好 那相形之下他們就很容易控制別人 這個所謂的控制欲是因為他要控制對方 讓自己得到安全感 如果我控制不了你的話他失去那個安全感 譬如說他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他不知道你在哪裡 他就會沒有那個安全感 所以就算他知道你的鐵盒放哪裡 他知道他覺得他等於是有掌控到你的鐵盒 所以放在哪裡無所謂 好 給大家做看 來來來休息一下 進廣告 回來繼續把臭女男的靈魂給他扒開 唉呀 好 歡迎回來處女座之夜 來處女座之夜 現在來聽聽台中處女男 台中處女男 張立東 說你有一段戀情是因為星座才分手 是什麼原因 我有一個就是我們曖昧有一陣子的女生 然後我想說彼此之間應該有一點好感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是快要交往 然後我們那天也是選在一個 這還不錯的餐廳吃飯 然後吃得很開心 然後就突然 突然我們就聊到他之前的感情 然後他就很難過就開始哭 哭哭 然後他就說他之前那個 他被他上一個男朋友 就是處女座的男友 傷得很深 然後他就發誓說他從此 再也不交處女座的人 完蛋了 然後我還是要安慰他說不要哭啊 下一個會更好還什麼的 然後他就突然就這樣 眼淚擦一擦就說 那你什麼星座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我那星座的人已經擦賽兩個字 我想說我 我腦中就浮現 因為我那時候我妹獅子座 8月4號 然後我想說我獅子座 然後後來我們就交往了 然後我馬上就把我的那個臉書 生日改改8月4號之後 然後我每一個人我都去私訊我的好友 跟他說從今以後我是獅子座 我的生日是8月4號 然後就每一個都這樣講喔 然後都處理好 然後不只這樣 我的行為也要像 所以我出去就是 我是獅子男 我的就是 我的蹤跡都是以我為主就對了 你就不要廢話 都超大方 然後喜歡交朋友呼同一半 就這樣過了一年半 這樣還可以擋到一年半 過了一個假生日 我有過一個假生日 還過一個假生日 還過一個假生日 沒有年戲嘛 真的沒有年戲 你不是更大的問題才可惜 對啊 然後你過來講 其實過假生日會很開心 可是到了真的生日的時候 你會很落寞 因為明明是我生日 但是沒有一個人 跟我說生日快樂 我只能自己埋個腦子 你生日快樂 自己跟自己講生日快樂 好委屈喔 然後但是也是這樣 開心過了一年半 然後有一天就好死不死 我最脆弱的事情 然後就被 就被他發現 就是我感冒 我重感冒 然後那時候我要去拿藥 然後跟他一起去 然後我就拿藥 然後我就拿健保卡出來 上面有生日 我就開始也是 一直打電話給他 他都不接 他不聽我解釋 他就最後就只是 回傳了一個訊息給我說 我想不到最後傷我的 還是 這會很氣耶 欸 騙了很久 一年半耶 一年半 演一年半 有難過嗎 其實 一開始也會有點痛苦 因為我們其實是 我們像我們是慢熟嘛 可是我們變成 我們會 變成獅子座就是會 很喜歡跟大家交朋友 來來來來來來 好辛苦 來來來來 然後講笑話給他聽啊 然後變成開心果 會變成是Leader 然後下一堂 下一堂去哪裡 就去哪裡啊 我知道啦 就自己還要硬硬裝成這樣 幹嘛這樣啊 海派人 就愛這個女生啊 就愛啊 對啊 盲目了 盲目了 難怪我一直覺得 他不是很純處女吧 那況 姐姐我很準的 來 瑞光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哪些 新作的人 跟處女座是很契合的 OK 合得來的 OK 看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跟月亮星座 所以待會這三個星座呢 太陽上升月亮上榜的時候 跟處女座其實是還蠻合得來的 好 第三名是天秤座 天秤座呢 它其實是處女的下一個星座啦 然後呢 這兩個星座呢 常常都有一種啊 互相體貼 如影隨形的一種情況 我們這個做法呢 它是男女同論 就是不管是 男的處女跟女的天秤 還是處女的女生 跟男生的天秤 其實都可以 老實講你去觀察 你身邊的天秤座的朋友 他一定會有幾個 處女座的好朋友在 因為天秤座 就是很在乎人際關係啊 老實講 其實天秤座的人 他還是有一點點潔癖 然後呢 有一點點審美觀 然後有一點點害羞其實 所以這個時候跟他們感情最好的是誰 處女座 所以處女座呢 最喜歡黏著天秤座 除非那個天秤座 不給處女座的人黏 要不然呢 你以前呢 小時候的這個什麼同學啦 然後當兵的啦 一起吃飯的啦 幹嘛齁 這一定都是有這個 天秤座一定都是跟處女座 會有那種從雙入對 然後常常在一起 是好朋友的這種感覺 是 蠻多的 OK 那再來第二名呢 如果是巨蟹座 我覺得呢 這個處女跟巨蟹呢 都是屬於比較居家 比較愛家 然後呢 管很多的星座 所以呢 互相管 他們呢 家庭觀念強 互相照顧 其實他們對於 特別是在家庭方面 這個觀念 是還蠻 蠻契合的 像巨蟹座的人呢 比方說女生啦 就以後一定是要結婚啦 要當媽媽啦 然後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家 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有小家庭啦 然後處女座呢 他就會覺得說 當我有一個家庭了之後 我就要用心的去愛這個家 賺錢養家 其實你知道 處女座的男生呢 只要不要是太大男人的 大部分呢 都很像身體裡面呢 有裝了一個掃地機器人一樣 他就會自己 一直去做家事 做到沒店為止 然後他事情做完 他就休息 所以呢 這兩個星座的人 處在一起呢 雖然有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摩擦 但是呢 基本上還是能夠把家庭照顧的還蠻好 那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 巨蟹座呢 如果控制運很強 處女座呢 他偏偏又是一個 比較容易被控制的那個類型 真的 OK 再來我們看第一名呢 如果太陽上升跟月亮 是落在摩羯座的話 老婆喔 對 我太太 你太太是摩羯座 OK 好 來 個性勿實 互相待望 老實講 處女座 什麼都願意做 但是呢 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他們常常都會 見樹不見靈 所以他們做一堆 但是他們不知道目標在哪裡 所以他們就把很多事情都做好了之後 但是他們沒有抓住那個重點座 可是摩羯座呢 就是一個會抓住重點的人 我今天要做到 我一個月要賺這麼多錢 我要買到這棟房子 我要存多少錢 所以呢我應該要 這個目標在這裡 我應該要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所以呢摩羯座會開始去發號施令 對 那然後呢處女就開始去執行 所以呢這兩個人呢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是朋友 常常也不是聊什麼風花雪月 常常也都是怎麼一起賺錢啊 工作啦 事業啦 交換一些心得啦 未來一些職場的規劃啦 但是這一對如果是夫妻的話 他們就開始會把重心都放在賺錢 存錢 這件事情上 很好耶 互相待望還不錯 對 喔 你教過哪些星座的女生 我教過天秤 雙子 然後 還有誰啊 對 喔 金牛 天秤 雙子 金牛 我們都好 我們今天這樣好 我們都常聽人家說 欸你教過什麼星座的男朋友 處女 很爛耶 來我先給你一個機會 對 你給天秤打幾分 雙子打幾分 跟金牛 金牛打幾分 我嗎 我給天秤打 85分 滿高的 我給金牛打 90分 哦 對 金牛會贏過天秤 哈哈 只有處女聽得出來 因為 因為我們都是土相 對啦 好 那雙子呢 六十億 五九 哈哈 好不好 那個 雙子都沒辦法說 五九 他不想說謊 他不想說謊 真的耶 好棒 我可以聽到處女男說的真心話 對啊 個人立場 對 Kerry也教過 你教過什麼新作的女朋友 呃 我 老婆你先去 休息啊 哈哈 我其實十二個新作的教 哦 哇 十二個 好啦 我跟你講 你先放下你的心房 因為他們評處女男一定都評很低 是 除非會評很高的一定就是嫁給你的 對 要不然都是評很低 那你各評一下 各評一下嗎 嗯 最高分的啊 天蠍吧 嗯 天蠍你給幾分 對 九十 哦 好高哦 對 是 最低分是什麼行動 最低分哦 雙子 真的很不合哦 哇 塗匠 比哈比哈啦 你的雙子你給幾分 好啦 六十啦 對他比我高一點點 好啦 六十 對 Terry跟瑋瑜 嗯 現在兩位太太年紀都是比你們大 對 呃 Terry 所以美音大你幾歲了 大我四歲 那還好啦 還四歲 其實老婆大我五歲半 蛤 我覺得還OK啦 所以瑋瑜你才二十五歲 你老婆已經是 三一 我二六她三一 對 太太是圈內人嗎 是演藝圈 不是 我們在外面工作認識的 對 然後也是很合 就像剛剛老師說 你喜歡她的特性是什麼 我覺得她跟仙女一樣 什麼叫仙女 摩羯仙女 摩羯然後可能仙女 都穿黑色 對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 因為我跟她很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我剛剛講我是一個很注重美感的人 可能女生在我面前滑倒啊 女生在我面前奇奇怪怪 我就覺得這個我沒有辦法了 我第一次跟她約會 她的裙子就飛起來了 然後內褲都看見了 然後就大曝光 天啊我還喜歡她 我就覺得 哇我這個人應該是跟我很合 我很奇怪 因為我覺得 那有可能她飛起來的那一件 那一件還滿好看 不是 我就想問那一件是什麼款 對 那些男生 是為多利亞的 如果太性感會一看就是貴的 她就不要了 不是 不是因為貴或便宜 就只是覺得說 如果大件的膚色的她也不要啊 不是 就算 就算如果今天是她 我相信她要穿肉胎色的 我也會要 好啦到底什麼款式 不是 因為 不是 因為 先說嘛 因為你剛剛像篤霖哥講說 可能摩羯你可能覺得她不像賢妮 確實如果她以外人來講 她可能在我身邊生活習慣 有時候會比較差一點 然後比如說 隨時會排氣啊 隨時會做一些 可是我還是覺得她很好 你都能夠包容自己 那她好在哪裡啊 那你要說她好在哪裡啊 好在那間那裡 我覺得她好自然 那以前那些女生 以前那麼自然 對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覺得那個美感是 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你以前的我都沒有辦法 我就喜歡 你愛到比較倉實 她這是為什麼 她真的沒有標準 她這完全是感覺 你就愛到了啊 會不會跟我天秤有關係 我覺得摩羯座的女生呢 的確是有一種很特殊的氛圍 滿吸引處女座的男生 因為像剛剛瑋瑜在講 其實呢處女座 大概是對於什麼放屁啊 幹嘛啦 然後衣服沾一個東西 她其實對她連她自己 她都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摩羯座是一個 比處女座還要驚的行作 所以她這樣很自然 她表現啊 講話啊都很自然 可是呢她做的方式啊 穿衣服的方式啊 會讓處女座覺得說 那種角柔不做作 而且那種真的很有責任感 有點像反骨的那種感覺 對 堅毅 講到放屁 處女座很喜歡堅毅的部分 風向星座放屁的聲音 跟土向星座放屁的聲音 都不會一樣 對 這也是 是這樣嗎 老師噗一個風向的出來 風向沒有這麼客氣 對 對 這個差不多是風向或火向 我們聽一個土向的 沒有再 再收一點 沒有聲音 這忍不住才會後面長音 才會出來 是不是 到我到現在喔 我ㄍㄧㄥ到我 我無法照老婆面講說我要去大便 蛤 蛤 我是這麼ㄍㄧㄥ的一個人 我老婆面說 我說老婆等一下上廁所 他說你要大便喔 我說我要廁所 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對朋友什麼都可以講 我很奇怪 他真的覺得他在跟仙女交往 他覺得這些無會的事情都別講 對 好痛苦喔 在湖畔靜靜的坐著 此時忽然間出現了一個景象 嚇了你一跳 請 那你們有惹過你們的老婆嗎 惹生氣的話倒是沒有 但是有一件事情也是善意的謊言 有讓她稍微難過一下 什麼 就是因為 因為 美琳她的生活很簡單 她就是 她不太 她不太應酬 她也不太喜歡往外跑 其實她滿宅的我是說真的 她放假是在家 不然就是去找她媽媽 或者說是陪她的弟弟妹妹們 是很顧家的一個人 那像我們的工作是偶爾可能會去應酬吃個飯 或者說是去那邊玩一下 那有一次是因為接了一個案子 那對方是女主管 那女主管又很喜歡我 然後這個案子又 又是又會 就會影響到很多的partner這樣子 然後很多partner就會一直拱我說 那你就去跟她吃個飯 算是一個交際 對呀 你去把案子接回來 不然我們這個月都沒有case 都被寫繳房租了 對 然後我就是 就是跟她去吃飯 然後我就是 就沒有跟我老婆講 就說我在排舞 我在忙 對 然後一個月之後 一個月之後被她發現 因為她有一天她是在對發票 她就對發票 然後我就 欸 欸 那天 你不是在排舞嗎 怎麼會 在陽明山的景觀餐廳 哇 這個好可怕 對 然後 我就 我就坦白說好 那我可以 對 我那天 是 為了之後要接更多的排舞 所以就是去跟她吃飯這樣 所以我真的不是 惡意要騙你的 什麼這樣 然後她就 就哭了 對呀 她就有點難過 然後她就說你可以跟我講 她說以後這種 只要你工作上 你有什麼什麼 你就直接跟我講 我是可以包容的 就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 比方說我要去哪邊 或幹嘛 真的比較坦白跟她說 來 尤夫老師我們馬上來幫大家 預告一下下週 各生肖的整體運勢 好 下週是國立的 9月5號到9月11號 其中9月8號是 24節期裡面的白鹿 就是我們以命理來講 8月份的開始 其實農曆來講 目前還在鬼月中 大家出外要小心 是是是 好 那個12生肖 我們把它分成四組 來做個說明 首先第一組 豬兔羊的 豬兔羊是 績效上升 職場風光 就是工作方面表現得很好 在職場當然是風光 所以我給了 五個讚的評語 然後是 我是 下面狐馬狗的 狐馬狗 只宜正財不利投資 就是你薪水了 好好的賺就對了 好 所以只給了三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蛇肌牛的 蛇肌牛還算不錯 長久的耕耘的努力 終於闖出名號 讓大家都認識你了 所以我給了四個讚的評語 是 最後 猴鼠龍的 猴鼠龍比較要注意一下 服從命令 安分職場 長官老闆的命令 你聽話就好了 不要想自己去做什麼事情 要守本分 所以只給一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加碼 這12生肖裡面 有三個生肖 特別好的在下個禮拜 它的運氣特別好的 首先錢財最旺的 現在最旺的是屬豬的朋友 漂亮 是我 那不錯不錯 恭喜恭喜 其實事業最強的 事業最強是屬蛇的朋友 不錯 最後桃花最紅的 桃花最紅的是屬羊的朋友 恭喜 好好把握下個禮拜的機會 好 謝謝老師 來 接著也來關心 各星座下週的整體運勢老師 來 9月5號到9月11號 看你的太陽星座 跟你的上升星座 一起來參考一下 我們從一顆星開始先來揭曉 一顆星呢 像天蠍座 就要注意一下 天蠍座呢 容易遇到的情況是 偏財的運氣比較差 然後避免投資 跟朋友不要有借貸的關係 再來一顆星呢 還有雙魚座也要注意 雙魚座呢 會遇到的情況是 你的伴侶啊 可能會有一點點疏忽你 不太理你 讓你心情有點差 自己調整一下 再來一顆星呢 天平座也要注意一下 天平座呢 這一個禮拜呢 會遇到一些煩心的事 你自己可能會有一點點 要鑽牛角尖 你自己啊 要轉正念 轉變一下自己的想法 讓它過去就好 再來三顆星 金牛座上榜 金牛座呢 會遇到的情況是 應酬很多 然後要記住 早一點睡覺 OK 三顆星呢 還有雙子座 雙子座呢 會有一些家庭方面的一些問題啊 然後你會居中協調當和適老 再來三顆星 還有巨蟹座 主管啊老闆啊 可能給你很多的要求啊 給你很多的壓力 然後你使命必達 工作的部分呢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比較大一點 再來我們來看四顆星 四顆星呢 射手座上吧 射手座呢 欸 帶著爸爸媽媽 帶著另外一半小朋友 可能去遊山玩水啊 或是跟好朋友一起去玩 還蠻開心的 再來四顆星呢 還有水瓶座 水瓶座呢 你的另外一半啊 可能會安排一個旅遊啊 然後讓你有一種驚喜的感覺 再來呢 四顆星還有母羊座 母羊座呢 偏財運特別旺 而且呢 老闆也特別賞識你 接下來我們來揭曉五顆星 五顆星是獅子座上榜 獅子座呢 欸 積極表現 工作的部分做得很好 如果你是做業務的 還有獎金可以賺喔 再來五顆星 還有摩羯座 摩羯座呢 欸 會有一些海外出差的機會 工作啊 業績啊 特別好 然後我們要把第一名 搬給今天的 處女座 伴侶體貼 感情升溫 戀愛運氣 特別好 那其實呢 在現在九月呢 有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發生的 就是這個大吉星啊 天上這個木星 已經走入處女座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呢 你可以好好的調整你的身體 然後調整你的健康 然後工作的部分呢 有一些以前啊 沒有做好的細節 因為之前 木星在獅子座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在那邊吃喝玩樂嘛 現在可以好好的把很多事情 把它放到秩序上 該放在哪個位置 放在哪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加碼 桃花最旺的呢 是處女座 然後財運最旺的呢 是獅子座 然後我們把事業最旺的 搬給摩羯座 恭喜大家 欸 子龍老師來幫大家進行一個恐怖又神轉的心理測驗 我們就來測呢 未來一個月誰是我的幸運之星 好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就是呢 在湖畔靜靜的坐著 此時呢 忽然間出現了一個景象嚇了你一跳 請問是下列哪一個情景呢 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 有人從湖中走上來 B的選項是 湖中出現了水怪 C的選項是 湖水突然間沸騰了起來 D的選項是 湖水竟然慢慢的開始消退了 直覺來選是什麼呢 四個都很恐怖耶 四個對 嚇了你一跳 Terry 有人從湖中走上來 應該是太毛了 對 因為現在要農曆七月 因為嚇死人了吧 所以你選A齁 好 鮪魚 我選C 好 對 我選B B好 我選出現水怪 我選A A 我選D 消退 我選A 好 選到A選項的 Terry 瑞光老師還有篤靈哥 選到這個選項的 你的幸運指數 未來一個月的幸運指數是 100分 哇 好高喔 好 在哪一方面特別的幸運 誰是你們的幸運心呢 就是家人的關心 好運降臨 對 未來一個月呢 家人是你的幸運心 他們會時常關心你 然後呢 給你一些鼓勵 給你一些方向 接下來未來一個月 你的好運就會非常多 好運降臨 讓你做什麼事情 都因為有家人的支持 有家人的幫助 能夠更順遂 更順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B選項呢 現場有利東還有黃老師選到這個選項 湖中出現水怪的 你們的幸運指數是 90分 喔 誰是你們的幸運心呢 就是工作認真 老闆賞事 你們的老闆就是你們的幸運心 而因為你未來一個月工作非常的認真 老闆看在眼裡 他會給你加薪啊 升職啊 或者是安利的位子 給未來的就升遷的機會 所以呢 你好好認真的工作 未來一個月 這個老闆非常賞事你 他就是你的幸運心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選項的 現場有鮪魚選到這個選項 好 幸運指數是 80分 對 也蠻高的喔 好 那誰是你的幸運心呢 就是朋友的鼓勵 能量充滿 你遇到什麼事情 朋友就像你生命當中 生活當中的智多心 遇到什麼事情就可以去請教他 他會給你一些智慧的錦囊 讓你有充滿正向的能量 繼續往前衝 所以未來一個月 朋友是你的幸運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D選項 現場有鮪魚選到這個選項 好 我們的幸運指數是 60分 有及格啦 也不錯齁 好 那誰是你的幸運心呢 就是 小人出現 你要越挫越勇 雖然是小人 小人來找你麻煩啊 或是說唠叨啊 念你啊 這時候你千萬不要認為他就是小人 你把小人當作是你的貴人 他就是來訓練你 他就是你的逆行菩薩 他就是來挫你的銳氣 沒關係 你越挫越勇 我們戰勝他們吧 OK 給大家參考 好的 來 謝謝老師 同時祝福三位 祝你做這個月祝你們生日快樂 一切都很順利 對 好 來 也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的影片請走人收看 命運好玩 掰掰 掰掰